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不為意或經常忽略的小細節 不覺不覺都會損害到你的肩關節 例如在冷氣房或天氣凍的時候 可以用圍巾或絲巾去保護我們的肩頸 又或者洗澡時用暖水去沖我們的大椎月3至5分鐘 又或者臨睡前用熱水袋或熱毛巾去暖敷肩頸部 都有行氣活血溫經通落 促進局部的血液循環和舒緩疲勞的作用 平時避免用過大過重的背包 減低我們對肩膀的負擔 尤其是一些單肩的背包 會令到我們背部肌肉受力不均衡 甚至會出現一些高低肩的情況 亦有增加我們脊椎或腰部的一些勞損情況出現腰背痠痛 所以最好都是用雙肩背包同時要注意重量 平日避免造成肩膀疲勞的姿勢 例如長時間低頭看書 看電話 又或者用電腦 這些動作都會增加肩部的壓力 日積月累造成肩部的傷害 睡覺時用一些軟硬色通 色中和具承托力的枕具 可以保護我們的脊椎和放鬆我們的肩頸居肉 另外減少舉手過頭的動作 當要用高處的物品或浪衫時 可以先把手外船 再舉高地拿出我們的重物 就可以減低肩關節的負擔 減低勞損和磨擦令到發炎的機會 最後教大家幾個簡單伸展的動作 以及一些躍位按摩的技巧 首先我們可以做一個雙肩環繞的動作 我們將手指觸摸肩膀 屈爪 兩隻手同時向前打圈 而繞圈的速度盡量慢 我們也可以伸直手臂做這個動作 每組重複10至15次 每次做3至4組 另一個動作也是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聳肩抬頭的動作 我們挺胸抬頭 兩隻手臂自然放在身體的兩側 兩個肩膀同時向上聳起 聳起之後 hold 2至3秒 讓肩頸有一個酸脹感 再將兩個肩膀用力向下塵 都可以幫助我們放鬆肩和肩部的肌肉 令到局部的疲勞可以幫助舒緩 每組可以重複8至10次 做3至4組 最後教大家一個月位 就是肩頸穴 肩頸穴在大椎和肩外側圓的中間點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手指和中指指指腹 去按摩或柔按穴位5至10分鐘 每日做2至3次 都有調理氣血 舒經通落和除臂止痛的功效 OK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